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湾区六个县七百万名居民 正在进行为期三周的居家防疫隔离 占定4月7号截止 这段时间提供病药基本服务的单位 仍然会继续运作 不休息的单位包括医疗单位 杂货店 超市 粮食银行 便利商店 贩售罐头食品 干货 新鲜肉类蔬果 宠物食品 清洁用品 个人保健用品的零售商 养殖业 农业 畜牧业 渔业 提供低收入和弱势居民粮食 庇护 社会服务 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商业 报纸 电视 广播电台等媒体服务 加油站 汽油 零件 供应商 汽车修车厂 银行金融服务 五金行 水电工 除虫公司等等 维持民生住所安全 卫生和基本运作需求的服务 另外邮局快递 送货服务 洗衣店 提供外卖或者是外送的餐厅 提供学生或公众免费食物服务的学校或单位 提供在家工作者所需物品的供应商 运送杂货 食品货物到家的服务 航空公司 机程车 私人交通服务供应商 居家照护服务 住宅和庇护所等等 都是不休息的 防疫隔离期间必须上班的人员也有托儿服务 不过每一个托儿团体必须是不超过12个人的固定团体 也就是说这12个受托的应用儿 必须每一天都是同一个人不能换人 因此受托的应用儿不得更换团体 每个应用儿团体必须使用不同的教室或房间 不同团体不得混搬 同时每一名照顾者只能照顾同一个团体 防疫隔离期间 住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也会暂停领悟大厅服务 非紧急案件全部改以邮寄方式处理 原定每周六在经文处本部和南湾 Milpita乔教中心办理的行动领悟服务 也会从下周一3月21号开始暂停举办 如果您有紧急案件 还是可以拨打经文处的领悟专线洽询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